一针一线 安安静静 课堂上的银法朋友们 在针线中找到美感与成就感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年龄 大概要参加这个活动 比较有点问题 结果发现来了以后 发现我年轻很多 然后谢来跟李老师 真的我觉得帮助很大 政府有这个经费给我们 我希望下次能够多办几次这种活动 让我们这些年龄的人可以在这里 因为我们都是职场退休 在家里真的很无聊 尤其是疫情期间 我们也不敢出门 可是来这里我都每次都全勤的 我以前是不会画图的人 这个是我自己揣摩突然的图 所以我觉得很满意 所以下次有机会我会再来 跟老师学习很多技巧 那以后可能在生活上 会有很多美化居家环境 一件件的作品中 看见充满基隆异象的图像 金融灯塔 镇冰色彩屋 游人 基隆雨 指导老师拿出妙口奠记工的创作 令人惊艳 可以跳脱我们古时候的绣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钟部分 就是比较活泼的绣法 绣是要配线 配色跟配线 所以呢 去看展览是很重要的 简单的手帕创作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学生充满创意 发挥想象 与日常生活用品结合 提升生活美感 可能一开始就有点挫折感 不知道怎么绣 可是当他们绣完以后 发现到表情非常地漂亮 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我们现在延伸到 可以绣在手帕上面 所以食物性来讲 更实用 那他们就绣得更开心 那我们这期还特别地 我们请到了老师 有做美学的老师 有做行销的部分 还有做在配置 那再向我们食物的 呂老师在教大家做 所以这一期来讲 大家学得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的充实 推广勾领友善的人文精神 为乐林族群 带来新的学习动机 人爱乐林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